前面陪到不要往前坐沒關係 而且前面椅子就是有靠背會比較舒服 還是先問一下好了有沒有人是第一次來折舞的 有的話可以取得手讓我知道嗎 有還是有 然後就很高興大家今天可以來折舞 因為今天是2015年的最後一次折舞 帶好辦 是今年最後一次 也是聖誕節 那另外一個好就算了 那就是因為還是有新的朋友 那還是講一下說 哲學星期五是一個怎麼樣的團體 其實哲學星期五是由一群志工所組成的 那什麼是哲學星期五 就是我們會利用禮拜五的晚上 會在這樣的一個室內空間去談不同的議題 那哲學星期五談什麼 只要他是有公共 他具有公共的 他是一個公共議題 那具有公共性 我們都可以來談他 例如我們今天談的所謂的食安 或者是很廣泛的參與政治 或者是一些人權的議題 我們之前討論過死刑的存費 或者是酷刑 就是只要這些議題是具有公共性 而且大家感興趣的話 我們都可以在哲五 我們可以在哲學星期五來進行討論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樣的一個座談 我們是希望哲學星期五能變成一個平台 能讓大家可以很公開的來討論政治 我們以前可能都很習慣去聽別人講 去聽一些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來講 可是其實我們很少有這樣的品牌 可以來討論這些公共議題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藉由哲學星期五 我們可以這樣子很公開 然後很自由地去談我們感興趣的議題 我們希望說其實在討論這些公共議題 所謂討論政治並不是那麼嚴肅 並不會是那麼困難的事情 我們希望可以從平常的這樣的討論 就可以藏從就是我們平常這樣子關心 所謂關心政治關心一些公共議題的一個習慣 那我剛才有說哲學星期五是有一群志工組成的 所以其實看到後面在錄影 或者是看到這樣的banner 其實都是我們志工去設計的 那所以會看到說前面呢會有一個易住想 只是因為其實哲學星期五就是一群志工組成的 我們也沒有任何的知識 那平常一些場地費或者是如果一些獎者 從比較遠的地方來我們會幫他們補助一些車馬費 那其實就是靠這樣大家的易住 來維持哲學星期五的運作 那哲學星期五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雖然每個禮拜都會寫不同的講者 但是哲學星期五的主角其實是在台底下各位 在台底下你們其實才是哲學星期五的主角 所以我們很歡迎就是所有的來賓所有的朋友 你對於這個題目有任何的想法 不管是認同或是不認同 都很歡迎各位在會後來發表你的意見 因為你們才是哲學星期五的主角 所以真的很歡迎大家發表 永遠發表不同的想法 那因為你們是今天的主角 所以哲學五有另外一個傳統 就是要自我介紹 就是待會呢 我會把那個課中傳下去 那你就是跟大家自我介紹說 你是誰 從哪裡來 那對於今天的議題 你有什麼想法 還是你為了什麼 從哪裡聽到為什麼會想來聽這一場 那就是一人30秒短短的時間 我們來做自我介紹 大家好 大家晚安 我是在東甲大學服務者 民生其實我交給你 那今天晚上沒有地方去 所以我過來 其實可以坐著 大家就是切鬆就好 切鬆就好 大家好 我是東市的詹玉強 那我家是開農藥店的 那我是有一點好奇 外界對於農業本身的想法是什麼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想聽聽看大家對於農藥的感覺是怎麼樣 大家好 我是盧莊 我對這個主題沒有興趣 所以來提一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永峰 來自五七公公做事 那因為我們跟五七的農民 還有三的農民 有一些 嘗試性的想法 所以今天很好奇 就來做一些交流跟學習 謝謝 可以跟大家跟大家分享 什麼嘗試性的想法 其實我們一直在呼喚 讓青年農民回到海鮮地方來從事農業 但是其實現在很多土地都已經變得很鑑定 甚至是商量價值 那這個過程 我們不斷在流失地方的價值 甚至是青年 那我們一直在找 怎麼樣農民可以回來的希望 所以今天有談到 社區的經濟如何可能 所以就很放心來取經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沒關係 我是紫漢 我們是 我幾個朋友 現在在做 那個台灣行動的推展 然後我們又成立一個叫 霸鬥制法 那我們是 也在跟 雲林的一些農民 有在一起做那種想想 想聽看看 這個主題 可不可以對我們 往後的一些發展 那種防止 大家好 我是佩君 然後今天一位 對這個主題有興趣 就對了 大家好 到這裡 對今天的主題 有滿有興趣的 就來看一下 等一下 這裡有 太多了 我想聽一下 為什麼有興趣 大家要分享一下 而且我們常常在看 各方面的書 就是 可能教授 鼓勵青年回去運動 然後 差不多這樣 對啊 不想來看看 大家好 我叫陳燕良 我住在這附近 整五搭配的過來 大家好 我是陳太美 就是我之前看了一本書 叫設施度 然後我相當支持這樣子的理念 然後我相信說台灣 就是 是可以透過就是 小型農業這樣子 然後可以讓我們自己的食安 更加安全 然後是 我想說就是 有這個議題就是 過來一起參與 然後就看 跟多好的想法 這樣子 然後可以去跟任何人 等一下 大家好 我叫詠欽 然後 我自己現在其實在 苗栗院裡那邊種田 就是 然後 然後 因為我之前其實是那個 陳東山老師的助理 就台下社會系統很好的 然後總之就是在 暑假 嗯 七月左右就 才就到越來越去 這樣子 他自己就是現在吃種田種的 蠻辛苦的 然後 就是在農業方面 其實不管 不論是生產 或者是銷售 都遇到蠻多挫折的 然後我想說 難得有機會 就來 充電一下 可以問一下妳是種什麼 我種地瓜跟葉菜 嗯 大家好 我叫藝倫 那我在清水開一間早餐 然後 我就是對食品安全 跟永遠一提 比較有興趣 所以這個大家要解一下 要不要打了一下電影 清水的清田小舖 那請大家也可以搜尋一下 福氣社區關卡協會 我們的理事長 都坐在那個台前上 我們看我們坐的 是最遙遠的關係 非常關係 非常敬意 大家好 我是漢陽 然後 今天 可能會在一點點比較長的時間 除了工商部件 對於這個議題 因為我以後打算在我們 我是後旅人 然後跟幾個朋友 打算弄一個空間 然後想要學習 跟規劃怎麼 社區跟在地 就是我們這種返鄉的人 然後怎麼樣做到真正的在地 比如說要做很長期的天衣 或者是了解這個場地 這個地方有什麼特色 文化特色 或者經濟作物的特色 是要用什麼方式去切入 然後想說多看給我聽國學 然後進入工商博士獎 我今天穿的這件衣服就是一場 這樣的姿態來到這個場地 請大家看上去看看這海報 就是明天我們在大雅的天壽宮 會播放大雅的孩子 就是有跟他們買公播的版權 然後就是一個開放大家 來看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之前 台中哲午也有舉辦過 然後問到說錯過的人 也希望這一天可以 明天可以到這地方去參加 這個活動很棒的 台南的孩子 另外 後來 黨公丟題之二 明年的一二二號跟三號 也在台中的大雅 跟陳剛的小姐 就會有一個搖滾 會有一個音樂祭 就是要讓大家用很輕鬆的狀態 去面對思考的政治 然後就是 時代力量的 鴻子翁 鴻小姐的一個團隊 還有我們在地青年 或是在地青年 在地青年是一個組織 很新鮮的組織的一個活動 然後那一天會有929董事長 還有 寫若福之姬 還有 謝明佑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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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們都知道有哪些人 如果需要知道很漂亮的海報的 我那裡還有四張 結束的時候可以跟我說 謝謝 好 鬼草搖滾 可以到很思議的說 你鬼草搖滾 還有在地青年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訊息了 如果疑問請哪一天下去 後製請幫我key上去謝謝 沒有後製 這個我想講一下 就是其實 哲學星期五啊 從來不會 主張幫任何的政黨 或是候選人打廣告 但是我必須很 我很想要稱讚的是 就是有一群在地青年 他們肯花那麼多時間 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常常都說這些政治 都被一些老人家給把持住的 那既然現在有一群年輕人 可能這樣站出來做這些 看起來很累的事情 只是希望可以改變他們的家鄉 那我認為說 如果你剛好是住在附近 或是你有朋友 就住在附近的話 就是邀請他們一起去參加 去聽一下這些年輕人 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哲學星期五也從來不必會談政治 我們每個場次其實都在談政治 因為政治就是生活 對 那就是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就是支持一下去參加這些青年人的活動 我自己的青年人啊 對 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凱文文在瑞姐 然後 因為每天每天站在那裡會吃飯 所以實在是很重要的一題 然後 然後想要 等一下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你們怎麼去定義那個農食正義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賈君太宗仁 我本身就一直有在關心農業 或是食安的這些問題 也有一直在看這方面的樹 所以想說來再讀評論 讀看看 大家好 我叫林辰 拜五公司 沒問題 台中進步 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楠契 然後我是台中教育大學學生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英語系四名籍的小學名 然後已經來第二次了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方教理 然後因為 之前會看一些文章 然後就把你說 因為台灣是 就是以農力國的一個道路嘛 然後 可是常常會就是 看到說很多農民的收入 卻是 就是免不及一些 其他的市農鉤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是看到這個 一直想說 不知道今天會不會討論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然後有興趣 所以最後今天就完 去看看 謝謝 大家好 我叫Fren 然後因為我自己學經濟的關係 然後自己家裡也是從事 不是務農啦 但是就是有關農產品的進口這樣子 然後之前就是在有進修有關 就是農業方面的推廣的措施 然後就是對那個Felotrain就是公平貿易 還有社區支持農業 就是有還蠻關注的 然後自己屏幕也是寫類似這方面 所以就是對這個議題還蠻有興趣的 因為農業的話 其實台灣就是存在農產失衡 農業 產銷制度有失衡的一個狀態 就是中間商剝削的問題還蠻嚴重的 所以就是想要藉這個機會來了解一下 目前就是 就是有看到這樣子的公司出現就還蠻有興趣的 謝謝 大家好我是賈藝也是哲學星期五的志工 然後今天這個題目 我看到前面四個字就想到那個熊媽媽買菜網 就是我相信第四台那個MOD 就是他強力打那個廣告 所以好像現在很多人也不見得上大賣場或超級市場去買菜 那個現在跟平台不同 那個我還跟你講說你上午定中你就到 中午定晚上就到 然後雖然我沒有煮菜但覺得很吸引人 然後後面那個不忘農食證 以前的想像大概只有血汗咖啡跟血汗巧克力 就是那個比較大宗的物件 然後如果真的可以買菜的話 我會在我們家巷口的那個菜市場 就是不是買那個有店面的 就是那種他自己開餐車或是他只是追蹤點擺的那種 我覺得這是我想像中的農食正義 就是他可能規模不是很大 然後也沒有太好的糖棒或是平台 或是他菜也超寵的 但是但是就是他自己種的 然後社區經濟 我不曉得我自己個人的需求 我是想要這邊去理解說 像我自己現在已經忙到沒辦法自己煮菜都外食 那如果把那規模擴大或是自己家裡煮菜的話 那社群裡面像剛剛有提到早餐店 那是不是也可以提供我比較安全或是比較好 比較可信賴的那個飲食的來源 然後這個一個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以前是念那個中興大學啊 然後但是今天看到的旅台者 是那個靜宜大學的老師 我覺得還蠻妙的 因為中興大學有那個算是農夫市籍 其實也蠻多年又畢業很久 然後想說那靜宜大學就是社工跟兒福的學系的 就是校園 因為校長裡面在裡面是扮演什麼 那我不曉得是不是這兩個有相關性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也可以靜宜一開始來講一下這個 是不是大學現在也蠻多 就是也把這個協助的力量也放到 就是有點超過我的那個想像 大家好 我是楊總理 那我也是真偶之光 就是我們在 其實我是陶老師的學生 所以也是學社會工作 那我們其實很重要就是一個那個社區工作裡面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或者是說我們有一些核心的一些意識形態 中興思想這樣 那我覺得對我來講說社區經濟 就是說整個社區裡面我們要環顧的層面非常多 就是我自己會認為說社區裡面有文化面的社會面的要去看 經濟面的也要看 那另外一個是政治面的東西要去兼顧 那也就是說其實整個社區它是一個生態權的概念 那包含經濟也就是說我們如何透過說 我們不是一直去引介 比如說我們不是一直引介大財團 進來中區這個社區裡面做投資 所以要蓋五星級半年 而是說我們有沒有可能嘗試 從我們這社區裡面的 我們生活當中的需求去發掘我們的經濟上的需求 去了解經濟需求之後 我覺得我們有沒有可能再去發展出 我們所想要的那一個比較在地型的 不一定說是產業 但是也許是說我們可以生活的一個 持續生活下去的一種模式 那我覺得可能這是我自己的定義 那因為神友比較從事有關於這個 就是這個社區蔡市長 這個我真的覺得非常棒的一個來的 那我們今天也很期待說神友可以很多的分享 然後也許說不定將來有機會 我們在中區就可以也有社區蔡市長 大家好我叫Rais 從香港來 就是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在香港是分開兩個概念來看 因為我們不要很多農業 但是現在我們想推動自己本身的農業發展 因為我們其實也做了一些就是 calculation 發現如果我們可以繼續發展一些農業的話 其實香港很小很小的地方 也可以自客自助 不需要再靠內地的那些 我們說內地就是大陸 中國大陸了 所以內地來的一些素材 但是那個概念在平常人心中不是太流行 因為自己自己種的話其實是比較貴 所以一般香港人買不起 所以我們就是要推動這個概念 怎麼可以一方面 認為政府不需要再發展那些農地 因為很多農地 好像兩三年之前 我們在新界東北 有一個很大的 social action 就是要推回政府要發展那個農地的話 因為他們要拿回去那些農地 就會騎一些鐵路 會去大陸的那些通往大陸的鐵路 所以就弄到香港很多的農地也沒有了 但是我們就要很多的努力 怎麼可以停止政府去發展農地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要香港人可以再買回自己所種的一些農業產品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現在有一個campaign 就叫在廣東話 我們說是我不幫成大地產 所以我不幫成大地產 就是我不會去買大地產 他們一些公司或者是市場所發出來的所有的產品 我要去幫那些小店去買他們所種出來的產品 所以好像今天是聖誕節嘛 所以我們這個行動就是叫大家不要再去好像很大很大的商場裡面去shopping啊 你們可以去那些小店去買他們的農業產品 去幫助他們的工作 好 大家好,我是聖誕志工 我是運發 那我因為我自己是蠻愛吃的 所以我一直就蠻關注就是食安的問題 我希望就平常都可以吃得很健康這樣子 然後像我從上禮拜有跟聖誕志工一起去那個清水的那個清甜小腹去吃他們的社區的早餐 就覺得好羨慕喔,希望我的社區也可以有這樣子的店 然後每天會吃這些好吃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就是來聽就是希望說 這個模式是怎麼樣可以比較容易去讓其他的社區去學習 然後讓這樣的模式是更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到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我是 好,那因為我是 剛好有人拉我進來這邊 然後再加上因為我在台北的時候 有跟 我是跟人生百味合作的產商 我有聽過好時機 當然有跟我推薦過 所以我剛好看到我們出來冒險過來聽一下 謝謝 大家好,我是好班現在的店長叫嘿嘿 歡迎大家來好班 然後我在今年二月到五月的時候 在陳東升老師的課上面也接觸到社區經濟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就很感動的是 我覺得我們真的很需要一個很不同的方式 一個新的想像來決定 我們不一定要走一個很資本主義的方式 也可以有一個生活方式 所以今天非常想要來聽 然後工商服務時間 就是我又要賣鮮奶了各位 我們有阿家的鮮奶喔 我們有鮮乳房的鮮奶 他也是小農鮮奶 他其實沒有那麼的好買 因為他其實售價還是比一般的鮮奶 還要再貴一些 但是像我現在就是瘋狂在喝 因為他真的太好喝了 現場只剩五瓶 所以今天有限量 就是現場剩五瓶 待會如果想要可以來找我 或是待會家園會過來 謝謝你們 大家可以不用去買林鳳宇的牛奶 在那邊買有品質的牛奶就好了 對 也不用退來退去 直接帶回家 好 我是第一個來了嗎 大家好 應該是最後一個來了 五瓶狗 我在台中這邊住了三十幾年 然後我長期都很關注農業這一塊 那尤其特別關心 關心CSA 看在台灣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 謝謝 再來 感谢观看